何西阿书第七章 他们所行的 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 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 说谎使首领喜乐 他们都是行淫的 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 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 暂不使火着望 在我们王艳乐的日子 首领应久的烈性成病 王与谢曼仁拉手 首领埋伏的时候 心中热如火炉 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 到了早晨火气炎炎 众民也热如火炉 烧灭他们的官长 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 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 以法连与列邦人掺杂 以法连是没有翻过的饼 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 他却不知道 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 以色列的骄傲 当面见证自己 虽遭遇这一切 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 他们的神 也不寻求他 以法连好像鸽子 愚蠢无知 他们求告埃及 投奔亚树 他们去的时候 我必将我的网 撒在他们身上 我要打下他们 如同空中的鸟 我必按他们 会众所听见的 惩罚他们 他们因离弃我 必定有祸 因违背我 必被毁灭 我虽要救赎他们 他们却向我说谎 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 乃在床上呼嚎 他们为求五股心酒聚集 仍然背逆我 我虽教导他们 兼顾他们的绑壁 他们竟图谋抗拒我 他们归向 却不归向至上者 他们如同翻背的功 他们的首领 必因舌头的狂傲 倒在刀下 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绩效